我们老百姓买车无非就是看中了空间大、动力强、省油耐用的特点 而以下车三款车型可以说它们都具备了 并且还能够给到你不错的操控和极低的油耗 最关键的就是油耗油耗的价格只需11万多呀 现在比我们国产车还要便宜 我相信看完这条视频你一定会安耐不住心中的冲动 赶快抄底吧 第一款丰田卫兰达 作为和荣放同级别的车型 凭借了亲民的售价、超大的空间 极低的养车成本 撑起了丰田紧奏SUV销量的半壁江山 现在官方指导价是73,800到248,800 优惠能够达到31,000 入门几车型现在只需142,800就能够入手了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然而这还不算完 燃油版本全系都是2.0升的发动机 马力能够达到171 鸟距能够达209 再匹配CVT模拟10档变速箱 动力不仅强劲 并且百公里一号能够低至5.7 可以这样说 这款这就是凭借着一上两点成为了热销车型 再加4米665的车长 2米690的轴距 以及前后独立悬架 车内5个气囊 三种驾驶模式切换 得到你不错乘车体验的同时 安全性方面也是都坚固了 再也不是之前批驳下碎的日期车了 而在外观方面是比较时尚 虚黑的中网 再加丰田车标镶嵌其中 辨识度也是比较高 这也让它用了和本田CRV叫板的实力 但是相比CRV的入门级车型 再看看它的入门级车型价格 可是要便宜好几万呢 毕竟这款车在实力 销量 保质方面都是不输CRV 对此你会考虑CRV还是这款车呢 第二款就是操控之王马自达 而这只是它的一个亮点 另一个亮点就是超级省油 就算是它的2.5升发动机 油耗也才6个 可以说后期的养车成本极低 现在官方指导价175,800到245,800 又会能够达23,000 入门级车型已经跌至152,800了 建议你考虑它的入门级版本就可以了 搭载了2.0升发动机 马力155,扭矩200 在匹配自家的6VT变速箱 以及创持两天发动机 动力方面的表现 可以说丝毫不输他的兄弟 本田地球梦 并且人送外号日系圣油小王子 底盘方面采用的是前后独立全架 以及马自达独有的底盘调校 尤其是你60马过弯的时候 丝毫不会出现车身飘的情况 并且也是能够和宝马一觉高下 这非常适合那些年轻消费者呀 而在配置方面是不含糊 无个气囊 倒车影像 多功能翻案盘 10.25英寸的中共屏 LED大灯 再加上一些基础的配置 可以说一步到位 只不过这款车的缺点就是 轴距只有2.7米 车长4.575米 后排空间简直是太拉快了 再加上隔音性也不是很好 很影响驾乘体验 但总的来说 它的优点是要大于缺点的 并且现在只需要15万多就能够入手 你会心动吗 第三款丰田丰兰达 定位紧凑SUV 但是在销量方面 却能够和日系SUV销量王的校客一较高下 为什么敢这么自信 就是因为它拥有着不俗的实力 首先在动力方面 搭载了2.0升爆171马力和205的扭矩 再加上CVT模拟10厘米的箱 百公里油耗低至5.8 在动力方面的表现也是很让人满意 并且它的轴距达到2米640 超长4米485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比较宽敞 再结合它的指导价已经从12万5千8 跌至11万2千8 这个价格也是让它成功 几身日系热门SUV行列 推荐你入室的领先版本就可以了 优惠完以后的价格是在12万多 车内搭的6格气囊 全速自信巡航 L2级别自动驾驶 可以说一步到位 再结合底盘方面独立悬舰的加持 能够让乘车体验更上一个台阶 而它的外观方面也是非常年轻时尚 对此你会入手销客还是这款车呢 一向这三款车型油耗也是比较低 性价比也是比较高 现在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 对此你会考虑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